财富投资,速度,是致性关键 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 现金拉展账户,一言切换 港币,美金,人民币,灵活调度 系统优化,界面清晰 全新升级版傅幸通,助理落盘快,狠,准 有傅幸通,投资路上倍轻松 富昌在线,步步领先 《新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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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早晨 好像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 昨天港股了大血洗 之前開會這段時間 港股刨輸,應該持續刨輸 去想有沒有轉機出來 應該是等開完會後 是否一些理空已經進出 當然不是說今天要轉勢 去接駁短線的反彈 是否人們已經絕望了 又不完全是 剛剛在準備做節目的時間 有收到訊息 騰訊賣不買得過 經常都會有這些訊息 現在首先 我想開完會後 都確立了之前的一些大方向 當然未必是說很新的 只不過是更加明確了 首先清零不停地說 還有是有強調鬥爭 還有有一個新詞 就是一個財富的管理 會不會等於共同富裕的進階 昨晚美股的中概股是大血勢 為何今天看到港股還有高開 高開61點 因為血勢之後 就有個反彈 中概股最後多數都是收跌 昨日一度很多跌18%以上 非常之恐怖 亦是反映外資的一個沽中概股 昨日 其實可以說一下美股 但美股就不是很特別 因為很細波幅 昨日美股收高 道指升1.3% 始終在三大指數裡 道指都是跑贏的 主要是一些舊經濟 因為昨日道指升最多 1.3% 一些舊經濟、金融類、保險類 或者能源類 很多會拉動著指數 會跑贏 昨日的大事或過股 中概股比較好看 中概股多數下跌 京東跌超過13% 納斯特克中國金融指數跌14% 巴巴跌12% 拼多多跌24% Billy跌16% 百度跌13% 新東方跌16% 網易跌9% 貝殼跌16% 其實如果說看昨晚 那些…算了 不禁那個…不禁那個… 那些…不禁那個… 那些…不禁那個… 那你看看巴巴 昨日呢 其實它可以作為一個 中概股的代表 昨晚呢 是…出現一個… V彈的 其實可以說是 這樣的… 那…都幾大成交的 那…變成一個… 如果你對比平時 比較大成交 那…還有… 有個長的下影線 這些叫做… 日鐘來說 它是在V彈當中 那… 那…好主要就… 因為對得厲害 因為昨日都跌成18%的一度 那…呢… 那…低呢… 昨日巴巴都跌了58.01% 那…即是… 距離它在美股上市的歷史低位 57.2% 不是很遠的 其實已經開始迫近歷史低位了 那…港股都在這個情況 如果… 今天會不會… 或者其他都是… 覺得… 不特別去建議的 那…但很多可能會有一些的 超賣的反彈的 那…但超賣的反彈 是不是等於要… 很興奮啊… 或者是… 覺得… 沒有入到啊… 哎呀… 那…不需要因為太… 不需要因為太… 不需要因為很多… 尤其是一個不是好的事 其實不需要因為太多的短期波幅 而導致自己太緊張 又跌了 是不是又要入一下課呢 想那麼多那麼多的事情 其實… 這個市況裡面是… 當然… 我們都會有些… 譬如其他的… 有些強的股啦 有些的做膽的建議 或者甚至是炒會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但如果你… 不是這種真是一個… 炒的心態呢 那…不如就做少些事好過啦 那…就… 所以… 今天呢… 恒指都輕微高開到少少的 昨天… 夜期一度穿萬五的 不過… 又因為那些中概股 未試V彈發 也都未到美試 已經V彈發 所以夜期收回在萬五以上 那…我們今天的港股 都總算是… 就是… 開到在萬五以上 那… 你看港股指數呢 又是啦 這輪呢… 就…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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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超賣 當然啦… 都是那句的… 其實你超賣呢… 如果彈一點點就真的不出奇的 但是… 不建議你去… 你想想你承受那麼大的風險 去駁一個小彈 就真是一個完全不直駁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會去做易勢操作啦 也都不會說… 你空進出啦 那些東西 很多都說了出來啦 明確了一個方向啦 會不會有機會 駁一個反彈 那… 我覺得最重要是個心態問題 如果這種心態 可能中間已經會駁的 那… 是不是… 很容易會… 有事呢 那…我覺得真的… 我們投資啦 不是要去一個賭博 要去我駁我… 中了哪下… 找… 玩獲大的 贏了就要去IFC啦 那… 不需要這樣啦 那… 其實整個港股呢… 由… 我想特別這一輪跌 大約由21年開始 本身你看到它這幾年在向下的 即… 我進來這公司大約是100年左右 那… 你看到它一路一路向下的 然後呢… 去到… 2020年為什麼會向上呢 就… 主要是因為美國放稅啦 美國再… 再緊急放稅啦 那… 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大約2020年3月 那時 美股慢慢溶斷 那… 然後… 最主要是因為放稅 所以救回市場 甚至… 即… 再… 再泡沫了啦 那… 然後這個… 開始到… 2021年呢 那… 其實比起… 美股更加早見頂 美股呢 大約是在… 21年… 21年… 22年頭的嘛 大約今年年頭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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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更加早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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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前几天也有夹到一千点 所以价钱始终是比较大 全部人都会容易赚钱一点 但没办法 我们只能够是不可以在这儿FF 我知道很多人会FF 其实环境明明是这样 我们就要做一个现在的环境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还会留在市场上的话 上次不是说勾债底 勾债底已经穿了 是2011年16,100 穿了这里之后其实没有近的底 下个底已经去到海啸底 海啸底是10,068 但比较难做原因 其实不会一直跌 很难突然发生了什么事 否则突然一下跳下去 机会始终还是比较低 当然如果突然一下跳下去 可能一些东西走快了 所以很多东西又是不定的时间 我们稍后看看开市的情况 如何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一个近期可能会提到的就是外汇 这个也要非常关注 也会影响到大家 投资不同地方的资产 在强理员之下 我觉得大部分其他地方的投资都可以 不用急 都慢慢看 慢慢想 有时怕会不会迟升 真的不差了一点 因为始终其他的货币受压 你变成了其他资产都会受压 低了当然是好 反而是好机会 应该买 是的 低了当然是好机会 但我都会比较看走势 你无论是买英国的东西 或者是欧洲、日本的股啊、楼啊 都好 其实你可以等它一个转世 这个当然会出现 但问题是现在未 会不会有一样 美国停 减慢加息 会慢慢转回来 是会的 不过暂时还未 所以很多都可以等一等 其中日本有开始干预汇市 因为大约美元到日元 就去到150左右 但你见到那个反应 暂时还是很小的 已经据指了 现在最新美元到日元 最新148.93 大约你看这就看到 其实前排充到上150 150之后 就开始有些政府干预 令到它下跌 那时候 星期一左右 回率就一度有 1美元到149 日元就 升到 即日元彈回 就彈回到145 然后 之后 很快已经回到148 继续回到跌势 因为这个是相反的 这个数星是日元在下跌 上周五之后 又有一些劇烈波动 都估计 应该是日本政府 应该是日本政府 可能在外汇市场上 有一个干预 推动了日元 是很快的反弹 但反弹都比较 不细幅 政府干预效果 都非常有限 几百亿美元 几百亿美元 那样 放入汇市 但市场的反应 都是很小 很快 这个干预影响 都好像之前所说 好像上一次 这一次 大约是143 左右 这里都是有干预 143 141 143 那个 range 但那个 影响很小 都只不过 其实主要是 我想令到它 不要太过 急剧波动 不停狂跌 不停狂跌 也不太好 就是减缓它的下跌 主要是它的干预 恒生指数开出之后 都转跌了 昨天血洗完 今天有个高开 都转回跌了 跌了45点 报15,134点 不如去到广告 先转回来 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市场都很窄幅波动 昨天那些 暴跌血洗完的科网股 有些仍然在大跌 首先 跌幅比昨天 跌幅缩窄了 比昨天全部血洗 尾团跌3% 另外 理想汽车跌5% 比亚迪也跌1% 这是其中一个 吉利也跌2% 其中一个 已经转世很久 也应该不会再去 尖手的板块 这就是 不要拿着那些 管理层说的东西 用来背 用来读 然后说 基本因素很好 去骗自己 阿珍英文说 1801有没有直博呢 在20大前 这个板块曾经有炒过 但究竟 这些有没有什么强势出来 其实是没有的 只不过都是反弹 你说一个牛市 你要破之前的顶 如果不是 其实很容易 就是那些 红市的反弹 就附入去 所以有时 不要太过看到 这里有升 这里有升 太过觉得 为什么没有进去 其实很多时候 你不要为了少少的波幅 而去承受那么多的风险 如果市本身不是好 这些都是 它早几天 就大致上 在27.5至30.2 这里整固 那叫做 掙扎下 有时一些反弹 都会有掙扎 掙扎完 现在究竟是 如果你说 如果等27.5至30.2 这个区间 究竟 爆去哪里呢 现在就爆了向下 所以爆了向下 你就不要进去 除非它重新整固 就 站在30个月以上收 否则中间的市场波动都 现在市场都继续向下沉底 就试穿万五个齐头关 我想 就是 会不会迫到反弹 只会迫不到有免心 真的不要觉得要迫一个转势 其实我知道市场上会有些方法 我们低位买 低卖个股 你可能就是博哥很少 其实这种方法 在以前 过去 几年前 在一个牛市里面 其实可能是可行的 但是 你究竟如果在一个牛市里面 你是不是需要这样做 当然我们公司很欢迎大家 trade多些 但其实你如果是一个 整个走势升的时候 你拿着它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这样 不停地 觉得我又要 那些小波幅 你就看得太实 就不需要 如果是一个跌里面 唯有这样玩 坦白说 跌里面最好就没卖 所以这个你小心 其实它穿了二十七个半 这里小心 那不是太过直播 那 Kip Fong说 1928 1928应该自从在二十大开会前 已经强调清零 应该已经血洗了 上网和指舌 暂时未见到上网 因为如果你 向上看左 向下看指舌 这里穿了两个重要关口 你说指十四个四买 你买的时候已经是破底 不应该买 所以我其实已经 无法回答到你了 你买的时候 其实你买的时候已经下跌了 真的不应该买 十六个一毫八应该是指舌位 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问 买的已经要走的时候 怎么办 然后还有一个底 十三个八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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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式穿埋 今天穿埋 其实是穿五六月的底 你用日中低位的十三个六毫六 都是破埋的 你要有个预期 其实现在很超买 你有两个选择 要是半天上不回十三个八毫六 就走 要是你博一个超买反弹 那分别是否很大 其实以这样的血洗下来说 这里已经下跌了五成 你博弹多几个% 是否很大 就不太大分别 所以你可以自己想想 究竟你现在走 还是要博一个超买反弹 才走 我试试拉一个长远一点的走势 你会见到 其实它是一个 严重破底之中的股份 五月底 三月底都破了 其实基本上 没什么近的位置可以守 你再看下去 看得很远 想看一六年那些都没什么参考 就要去上市初期那些 要再拉下去 究竟下面还有什么位置 那也是 今天说差 会不会之后弹回呢 因为怎么说 你整个大跌势 你之后上回十六 其实都不是一个有什么转变 所以最重要是看大方向 大方向差的时候 你博一点点弹都没什么用 而且你去拼搏这些 是风险给你前载的回报大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宁愿我们说 那个中文 就是大家害怕高 其实你害怕高的时候 很多时候走势是在上的 当然现在没有什么这些机会了 因为下跌 下跌最好没有参与 那阿芯就说 什么时候才有大跌势呢 说真的 如果突然间出现都不出奇 但是 如果出现都不用太过兴奋 这个也是 我这期就不敢去 再抗股的原因 其实都很超买的了 你这个日线图RSI去到21 30已经叫低了 但是超买它可以继续超买 所以真的一定不要拼搏 那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拼搏的 前排这些 对了 就是无论纳指啊 还是是科指 都会有拼搏 拼了又查了 那怎么呢 现在止蚀还是继续挨 继续交货呢 嗯 那越跌越溝 其实是一件 几 几 凶险的事情来的 那 就 其他 是 3948 没有啊 其实很多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些大奇迹 就是 叫做 叫做 坏消息进速 沽到尽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短线反弹 还有如果你用一个 走势论 那你现在飘离了下降轨 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回去呢 就是好像有时候 那些 股份急升 那样 就是有些 跌了跌了 不知何时会跌 那一定会的 那你正在升也会调整一下 其实呢 这也是一样 会不会有些反弹呢 就算突然间出现 我也不会太有惊讶 但是就不会觉得 啊 为什么今天升一千点 昨天没买 就不需要有这些想法 是 3948 3948 失手了10元 下市多少 12.4有 是的 10.1 然后7月底 这里就是9.76 现在9.58 就是已经穿了 你用日中低位 就是9.58 今天也都穿了 那 是的 10元之后 就是9.76 你就最多看今天 有些少少超买 有没有机会弹一弹上去 那情况就应该都不是太过乐观的了 那 Amelio 更新一项7200 这个正向行指 3.4有 还有 看看1.23 好些 这只我没眼看 1.23 有货可受吗 9.5有货 有货可受吗 9.5有货 这个呢 虽然它是内防板块 但是 如果你可能觉得 不管它是什么 只看走细日角度 它是可取的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9.1应该是防守位 昨天穿了 今天都没上得回 你有货可受吗 我觉得你是不是看半天 看半天 第一 上不上得回9.1 第二 就是这个 你即场判断 或者我们暂中 或者午后再看 就是 它这个跌幅收窄的力度 有没有机会让它上回下降位 大约在10天 20天线 所以你看多一会儿 但是 都是 分别 可能 你看到很短时间 可能很大分别 但是你看到强小小 就不是很大分别 这些 就是很多时候都会的 所有的位置破完之后 是会反弹的 但是它反弹 就不是叫重新再上 很多时候就弹小小 就是机会略下 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想你也是 一会儿 一会儿上回手 一会儿 你会不会拼一个超买反弹 但它不算很超买 这些呢 它可以放到 不需要预测 但有时候它有些股份是这样的 放到下去 放到5月底层 7个测试 才会跟你 技术反弹 那你也不错了 所以 很多时候就不等了 当然这个要看个别的情况去判断 7200呢 都继续破坏底 其实都是一样 你如果 你说现在呢 你也是拼一个超买的反弹 因为现在日线图 小市图都很超买的了 那昨晚美股 就 中概股 都算是有个V弹 所以 你现在 尤其是 尤其是分别 其实不太大 但如果你是在看很短线 可能有少少 就是会分别大些 7200是3.4 你买那时还没破坏 你买那时是拼他这样的 但他那个反弹其实不是很 因为他这个摆明是万七阻力 上不了去 这也是一些上不了阻力 就继续下来的一个迹象 是的 那你昨天这样血洗 今天算暂时没有再 要是今天不再破下去 他就博一个超买反弹 郭靖说 幸好商财庄 走了 1.68 走了 他算是挺硬的一只 因为这些 属于半身股 世界股的类型 他就不是太理事 但你短线走一走都OK 但整体 他真的很硬 他是强势股 如果你说 有时候 你买腾讯来买这些 说真的 你买腾讯来买这些 说真的 你可能买腾讯 输了更多 这些起码你是走一个 uptrend 但这要看着转的时候 要走 其他就都差不多 1072 1072 1072是否继续持有 这些也是很厉害的股份 持有持有 非常之好 大致上 你10月头一看企稳 都可以 10.24 甚至你看 再短线一点 看紧一点 否则一跌 便舍很多才走 最主要 斩得快 11.54 可以 这是开市收市计 如果用日中低位 就是11.01 这两个要沽货的触法位 都没有触法 所以是可以的 你今天站在11.54 都可以保持 已经很厉害了 17 1798 好在保本 星期五先走了 2.3先走了 他也是这么厉害 其实现在 2.27 他都已经不是那些重灾区 因为你说重灾区 主要就是金融类 因为现在金融类有些金融业 有些官员都有换人 这个又是令到大家忧虑 之后会怎样呢 还有会否强化了共同富裕 另一个就是科网 科网大家都看到 昨天大血洗 然后昨晚的中概股都再血洗 还有昨天 中概股那边 相信会有很多外资会沽 然后还有北向资金流出是破纪录的 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都还游得走呢 因为真的有些会坚守 始终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兴市场 有很多基金会坚守无辜 每客一阵又再客走一些 年头俄乌打仗又走一大阵 今次最新也有震了一阵 这个不是重灾区 MHR 腾讯的Historical key is 7.7 又抵买了 估值吸引 真的不高 因为大约10倍以上才高 如果货網 不高 不过整个大阵很差 有机会会有少少挠货盘 吸纳下反弹 因为这些位置应该要反弹一下才正常 你上次都没有那么夸张 8月 8月那时都没有这么厉害 都会弹一下 现在正常 如果它继续走这个跌势 正常都应该要 要 上下降轨 大致上都是这样 你说会不会有少少反弹 超卖会反弹 都不出奇的 但暂时就 我就不会因为这些反弹太过兴奋 或者因为这些反弹就要去 反弹又要去埋下 好了 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 待会中午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